Hello 大家好 今次將會講一下物業館行業的Part 2 如果未看Part 1 記得上我的YouTube Channel 找回 好,就開始了 上集講到我就進入了這個未開放的商場 基本上是一個地盤期的商場 我上集就講了一些不喜歡的崗位 一開始我就不喜歡的崗位就是這個出入閘口 出入閘口就是一個停車場的出口和入口 為什麼不喜歡呢? 就是因為當時是一個沒有閘機的情況 正常現在一些比較專業或者是一個完善的商場 會有一個閘機,然後拍卡就會有一個記錄進入了機 出去的時候再拍卡就可以走 但是當時未開商場的時候 所有東西都要人手去負責 車牌要人手寫 入車時間要人手寫 接著還有就是印要自己吸 還有收費要自己計算 都比較麻煩 所以我就不太喜歡做 都講一下我頭一個月做過什麼 頭一個月基本上我是真的沒有工作 真心覺得這份工作簡直爽 不得了這份工作 非常好做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我還是一個新孩子 什麼都不會做 不會有人下命 叫我做什麼 通常他怎樣叫 就是每一天上班的時候都要借一部對港機 對港機呢 全世界都要借 全世界都要借 通常會在這個對港機上 叫誰誰去那裡 檢查一下發生什麼事等等 一開始我就沒有這個問題 一開始就沒有這個問題 另外就是 六月的時候 基本上沒有什麼人叫我 那個名字 因為始終是新 還有就是 不會找一個 新孩子去處理一些問題 因為他都不懂 所以你叫他做都沒有用 所以當時我就覺得 非常之好做 真的非常之好做 尤其是那個人工呢 可以說是不錯的 對比起現在 對比起我這個學歷來說 我自己覺得不錯 但當然對其他人來說 可能算是比較中等 但他是屬於偏辛苦 我會覺得他是屬於偏辛苦 人工不算太差 真的偏辛苦 OK 好了 講一講 商場開場的時候 我 skip了很多 日後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知道有什麼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問我有什麼想知道 我直接跳到開商場那一刻 開商場那一刻 我記得就沒有什麼特別 開商場那一刻 我記得好像就沒有什麼特別 但就非常之多人 通常開場那一天 公司就會借一些人來用 因為就讓大家實習一下 學習一下 又或者是找一些新人 去學習一下一些有經驗的工作人士 看看他們會怎樣處理 其他可能處理一些問題 基本上開場那天就會沒有問題 但是開場前兩天就比較麻煩 前兩天就是一個戲院開幕 戲院手影禮 不是開幕 是手影禮 我當時記得那套東西叫做什麼大行動 什麼扣黑大行動 OK 記得當日全世界都收到命令 就是要OT 全部都要OT 強制性 我記得當時 強制性 強制性 OT到8點多鐘 我記得當時 大約 本身我7點半回來 然後收到4點半 但他開OT大約開了4個鐘 8點多鐘才離開 好像是差不多 一定是8點鐘打後離開 很輕鬆 一開始可能去到4點多鐘都很輕鬆 6點鐘都很輕鬆 但是開始 是不是 6點鐘開始接近這個手影禮 都比較緊絕 很多東西都比較緊絕 有些東西就要鋪好 然後你就要站在門口 可能有些又不讓人進去 為什麼不讓人進去呢 因為會阻擋了一些街下 可能有些街下不清楚 不知道就這樣走進去 因為如果你進去的那個手影禮 是需要有一些門票 就是一些門票 或者一些記者證才可以進去 但是我就負責做把手住的門口 但是當時我不認識 不熟 還有就是 老實說都是 上面可能溝通得不好 就是說溝通不好 就是譬如 可能就沒有溝通好 說這裡去到幾點幾點 不能進去 但是 因為沒有做好這個 所以基本上都是人來人往周圍 亂走 然後我就因為站在那個位置被人罵 我就被另一個部門的人罵 他就說我 你怎麼搞的 你怎麼做的 你不是負責把手住這個位置 不讓人進去嗎 我當時很記得 但是他的語氣 我自己覺得他的語氣 完全不像罵人 因為我記得在那個商場上做 有一個是罵人特別起勁 或者是特別 特別 好入骨 所以我覺得完全是 沒有什麼傷害力 對我來說 我就隨便說是我的失誤 是我的失誤 不好意思 然後就這樣就算了 我記得當時就大約 可能當時7點多 當時7點多鐘開始 或者6點半鐘開始就要埋位 然後站位 去截客 或者截停一些客 或者帶一些客人去某些地方 我就是做截停一些客人 就是截停一些客人 不要讓客人走進去 記得大約站了兩三個小時 然後還沒有吃飯 因為如果回到7點的話 吃飯時間大約是12點 或者是11點 大概是11點 12點1點 這段時間 然後當天就大約 好像8點多鐘才吃飯 那天好像吃外賣 那天好像有人聘請吃外賣 吃了兩個字 或者三個字 然後休息五分鐘又回去站 基本上休息時間非常少 就開始覺得真的辛苦 剛好然後還有一個新人 有一個新人 剛剛第一天去入職 剛剛入職 我就問他你行不行 他說OK的 這個題外話 大概差不多8點多鐘就完結 然後真的散了 當時就在想 那天真的頗辛苦 但是也頂得住 因為不可以說很辛苦 不可以說很辛苦 真正讓我辭職的原因 並不是這個 當時我也覺得 沒有什麼所謂 因為至少都 沒有去到很難受 很辛苦的階段 只不過是 可能是身體上比較累 或者是沒有什麼吃東西 然後就沒有什麼特別 大概在這個商場開幕前兩個月 是我回這份工作 叫做最輕鬆 和最開心的時間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一開始先說 第一個原因 一開始因為什麼都不熟 什麼都不懂 基本上很多事情都要有人帶著我才懂 或者去做 如果不是的話 基本上就做不行 基本上 頭個月我都是跟著人走 然後為什麼會還有另一個原因 就是 工作環境是很多年輕人去做 差不多接近十個的年輕人去做 不可以說是三十歲以上 就是三十歲以下的人 基本上 那個 溝通其實都不會太多代溝 或者是很多都聊得完 因為大家都屬於比較 相近的年齡 如果當你在上班的時候 在一個年齡層比較大的 一個工作環境裡工作 那你就會明白我所說的是什麼 大概就是這樣 最重要就是 我記得當時放飯的時候 通常放飯的時候 都有兩三個人 那兩三個人就會一起去吃飯 非常之 叫做什麼 非常之溫馨 或者叫做什麼 就是整班人一起去 就算是 可能有夾過四十多歲 五十多歲 都是一起去吃飯 非常之溫馨 還有如果你有幾個年輕人 可以說是 好像放午餐 就是這個上學放午餐 去吃飯 非常之興奮 開心 所以頭兩個月 是比較開心的時光 但是 之後就比較開始難捱 為什麼因為開始難捱 就是因為有些人 開始就 流失了 很多人都開始沒有做 差不多 開場之後 大概兩個月 就開始多人沒有做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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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四五六個 四五六個年輕人 然後 然後就 很難再聘請人 大家都知道 其實這份工作 都算是比較難聘請人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那個棋的時間長 棋的時間都很長 但是現在聽聞就好一點 但是 以前的話 就大約 站兩個小時 是基本 當然 如果你 偏偏那個人好 就可能偏你一個小時 但是如果覺得你頂得順 就會偏你兩小時 我多數都是兩小時 多數兩小時的 站位 然後就 一直站 到後來 就開始 不斷學其他東西 包括 包括一些柱的擺法 柱的擺法 不知道有沒有說到 就是說 人流管制 人流管制 學了這個人流管制 怎麼排 因為其實 你看那個柱 其實都要學怎麼排 因為 不是這麼容易 一望就看得到 要有一點點想像力 或者是 看過其他人砌 才會懂得砌出來 砌好像一條蛇 砌出來 還有學過什麼呢 當時在商場上 開始不斷學習一些東西 例如 一些事故 例如什麼事故 例如有些人跌倒 怎樣去解決 怎樣去幫他 怎樣去 叫白車 或者是怎樣去 舒緩他的痛楚 等等各方面 我記得當時也有學到 還有的就是 車場 車場就 學了什麼 不是入閘口 就是那些計數 就是 看著車場 會不會爆 因為如果商場 多東西走 就會引 有很多人流進來 變相停車場 就會有很多人進來拍 所以 有機會需要截車 不要讓那麼多車 留一些車位 去給一些 例如VIP 或者上面的住客 租客 租客等 這樣 就不可以全部放出來 這也是我其中一個學過的東西 嗯 對了 大概就是學了這些 就是 都叫做慢慢學慢慢學 慢慢學 隨著學的東西 越來越多 然後 就開始引申了一些問題 或者是疑問 在腦裡 就是 學這麼多東西 其實 有什麼特別作用 我也有幾個方向 就是說 學多些東西可以升職 升職發財 發大財 另一方面 就是說 可能學多些東西 活到老 學到老 但是 經過一個 深思熟慮想過之後 就發現其實 我自己 我自己覺得有一個穩定的收入 其實已經算是不錯 就是說 譬如 以這個人工來說 算是一個不錯 我就沒有打算升上去 為什麼呢 我跟大家說 我不打算做這麼多東西 以及不打算升職的原因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其實 我 由那天 即是由入職開始 一直都 叫做見證著這個地方 見證著這個地方 由一開始 然後到開場 接著可能又到一些節日 手影 或者一些大型活動 等等各方面 我看到很多東西 譬如就是說 做小 比做大 更好 即是 你只要升一升職 即是只要在那裡升一升職 你就有機會變成一個 半主管 即是你可以做一個代理人 即是代了一個主管 即是怎麼說呢 譬如你升一個職級 但其實高的人工不是很多 可能是高1000元左右 但是你做的事情 基本上已經多很多 多一個職級 就立即多很多 譬如是做些什麼呢 譬如是做一些主管的工作 即是不可以說是 真的你能夠代了主管的工作 但是你是可以代理一個主管的工作 譬如 通常主管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跑了全場 跑了整個商場 有些什麼工程 有些什麼特別事項 有些什麼泡沫 可能那天有些什麼要裝修 有些什麼要維修 你都要去跟 所以呢 我就傾向 是不想升 我是傾向不想升 還有一個安穩的收入 其實我已經是非常滿足了 因為 因為 我自己覺得那個價錢 不是說低 也不可以說很高 不過就夠我用 因為我自己本人 就不算說太多 太大洗 用得算是少 用得很少 還有 一來 二來 就是說不想那麼辛苦 因為其實 越做得久 就感覺到是越來越辛苦 因為自己學的太多 令到所有人都 可能會依靠你 或者是覺得你會做 以及會給你一些事情 給你做 所以變相 就是說 開始越來越多辛苦 越來越大壓力 越來越開始 很多事情想 還有一些 燥狂 我記得當時也有一點燥狂 很敏 很大壓力 很煩 很多事情都很煩 就開始慢慢有這個 心態的時候 就開始慢慢慢慢地 累積下去 然後最後就沒有做 因為 就太過 太過辛苦 太過辛苦了 大概今次就來到這裡 我下集將會說一下 就是 開始就是 進入最後階段 就是為什麼最後 就會不做 我們下次再見 如果你有問題 記得在下面留言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 還沒訂閱記得按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